我买了一个价值200万的高科技智能床垫,这个床垫是根据我和我老婆体型专门在意大利专门设计的,这个智能床垫不但具备按摩功能,身体健康监测功能,而且最主要的是还能用用来备孕。 床垫的备孕模式能调整角度让怀孕几率大大增加,可就这么一个高科技的床垫,却让我发现了我老婆出轨的蛛丝马迹。 事情是这样的,这天晚上八点,我还在公司加班,我喝了一杯咖啡后,看着桌子上厚厚的文件,我知道今天没有十一二点是处理不完了。 我拿出手机,刚想告诉我老婆今晚别等我睡觉了,可是谁知,手机却弹出了一个通知消息。 主人你好,智能床垫于晚上八点开启,按摩状态启动,时间设定为三分钟。 主人你好,腰部弧度更改成功,弧度调整为四十五度。 主人你好,检测到您体重增长到一百七十斤,请注意锻炼。 我看着这个手机消息,皱了皱眉,一百七十斤,我老婆叶子轩只有九十斤啊。 怎么智能床垫提示变成了一百七十斤,难不成我新买的智能床垫系统错误了,正在我疑虑之时。 智能床垫又给我手机发消息了。 主人你好,按摩状态结束,运动模式开启,震动频率设定为三十次每分钟。 主人你好,检测到您的身体机能,从三十岁减少到二十二岁,心率九十五,心率过快。 运动的同时,请主人注意养生。 主人你好,备运模式开启,震动频率调整为六十次每分钟。 我看着智能床垫给我手机发的消息,瞬间脸色发白,气得我浑身发抖。 我花了二百万买的智能床垫是不可能检测错误的。 唯一的真相就是,我的床垫上有一个二十二岁,体重一百七十斤的男人。 而这个男人正在和我的老婆做不可描述的事情。 此刻的我感觉自己的脑袋绿油油的,我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家,把我老婆和陌生男人捉个现行。 然后和陌生男人拼个你死我活,我也无心工作了,当即就叫我的司机小豪开车来借我回家。 小豪接通我的电话时,气喘吁吁的,我问他在哪里? 他说,他在健身房锻炼,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公司。 我在公司楼下点了根烟,冷风把我吹得清醒了一些,我是公司老板,甚至我一旦要和我老婆离婚后,会进行财产分割。 我的财产都是我拼了命打拼来的,怎么可能便宜他和他的男人呢? 所以对待他出轨这件事上我还要从长记忆。 半个小时后,小豪终于开车来了。 飞哥,什么事啊,这么急,您今天不是加班吗? 小豪下了车,给我拉开了车门,我扫了他一眼,他面色憔悴,眼眶发白, 这显然不是健身后的状态,他这个状态应该是刚结束夫妻那点事,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,更何况我没有实锤老婆出轨,于是对小豪谎称,没啥事,工作不顺心。 对了,今天我自己开车回家,你别送我了。 好嘞,哥。 我开着我的霸道,SUV一路急迟,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家楼下。 我靠在椅背上,迟迟没有上楼,我在思索我老婆的出轨对象到底会是谁,会不会是我的熟人。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,我闻到了车子上有淡淡的玫瑰香水的气味,这个玫瑰香水是叶子轩最喜欢的高档香水,我皱眉,小豪是我的司机,什么时候接送过他,我心中隐隐升起来一股不好的预感。 我检查副驾驶,果然副驾驶的座位被人动过,而且根据痕迹来看,副驾驶的座位被放平了。 老司机都懂得,副驾驶的座位一旦被放平,那肯定是有男女在车上玩狂野的了。 我握紧了拳头,继续检查我的车,车在摄像头的记录被清空了,然后我翻开车子的脚垫,果然一条镂空的紫色花纹的内内被我发现了,这个内内还是我送给叶子轩的礼物。 他说穿这个太羞耻了就扔了,没想到他居然传给别人了,我闻了一下,又骚又行。 我气得用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,此时我已经知道了我家床垫上出现的男人是谁了,就是我的干弟弟小豪。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,一条完整的复仇计划于是在我的脑子里产生,我不但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 还要让他们驾破人亡。 小豪是我八年前资助的大学生,我不但资助他念完了大学,而且还高薪聘用他当我的专车司机,并且认了他为自己的干弟弟。 这么多年,我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,没想到我把他当亲弟弟。 他却对我的妻子做出如此猪狗不如的事,上了楼,叶子轩刚刚洗完澡,从浴室里出来。 老公,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? 他身披浴巾,眼寒秋水,脸颊上淡淡的潮红未散,很显然,由于今天我提前回来,他和小豪并未进行。 嗯,怎么意外吗?我一有所指,哎呀,你说啥呢?什么意外啊? 叶子轩从后面就抱紧了我,回来得正好,今天我排卵期。 咱们可以尽情地备孕,我一想到,他刚刚和小豪在我的床垫上做那些事,我现在就有些干呕。 没错,谁会喜欢一个脏了的女人呢?我不动声色地拉开她的手,然后走进了卧室,躺在了床垫上。 怎么?咱们的高科技床垫被人调整过角度了。 这个角度是备孕模式才会用到的角度吧? 我装着什么都不知道,然后试探着问叶子轩,叶子轩的神色十分不自然,然后有些慌张地解释说, 嗨,这不是我刚刚下班比较累吗? 然后就想按摩一下,谁想到设置错了,弄成了备孕模式,别提了,我的小蛮腰啊,都要被你的高科技床垫震断了。 我心里冷笑,把他腰震断的恐怕不是床垫,而是小蛮吧? 不过我没有拆穿他的谎言,因为我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。 当天晚上,叶子轩睡着后,我在卧室内偷偷地放了一个摄像头,既然叶子轩和小蛮那么喜欢偷情,那我就把他们录下来,让他们的朋友好好地看看。 第二天早上,小蛮开车把我送到了公司,我走时,我老婆还没有醒来,我在公司正在吃早餐时,我的手机又弹出来了几条消息。 主人你好,头部弧度更改成功,弧度调整为90度,主人你好。 运动模式开启,检测到您的心跳过快,请节制,不要过度运动,注意养生。 主人你好,备运模式开启,我脸色刷白,此时就算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,一定是小蛮和我老婆又在我的高科技床垫上乱来了。 我那二百万买的高科技床,自己没怎么用,倒是被它享受了。 我用力地捏着手机,直接泛白,对了,摄像头。 我用手机,远程打开了摄像头,摄像头内的画面,简直是不堪入目。 看着他们的样子,我心里产生了一条邪恶的想法,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在一起。 那以后就别分开了。 当即我白天就去商场,买了一个价值一万块的高级玫瑰油。 这种玫瑰油是我老婆最喜欢一款,不但好用,而且很好闻,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气。 我在里面加了胶水和辣椒红油,晚上回到家后,我拿出了这瓶玫瑰油,顿时房间内都充满了淡淡的玫瑰香气。 老婆,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礼物? 我手中的一瓶玫瑰油闪烁着淡红色的光泽,一万块的油就连瓶子都透露着高级感。 哇,这是最高档的玫瑰油吗? 叶子轩双眼放光。 看着我手中的玫瑰油,眼睛都直了。 这款玫瑰油不但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趣味,而且还能当护肤品涂抹在身上,让皮肤更加光鲜亮洁。 是的,今天我们可要好好享受享受。 我说着,就轻轻地把叶子轩搂进了怀里,顺势一倒。 我们躺在了床上,叶子轩很快就进入了状态,脸色透露出兴奋的红色。 老公,我想用玫瑰油,我做事预拿玫瑰油,但是我手机提前订好的闹铃响了起来。 老婆,我同事给我发消息,工资有事,我今天要加班了,要明天早上才能搞定,我装作失望的样子。 叶子轩已经被我撩拨的动情了,听到我这么说,非但没有失落,反而还透露几分兴奋,没事没事。 老公,你快去加班,加班重要。 被孕的话,什么时候都可以。 叶子轩笑嘻嘻地说,我点了点头,然后拿着手机就下了楼,我于是在楼下对面的咖啡厅里等待好戏的到揽。 果然,五分钟后,小豪就开着我的车来到了我家楼下,他静止地上了楼,而叶子轩也识趣地拉上了窗帘, 看着我家里的两个人影,我心里冷笑,好好享受这家了强力浇水和辣椒的玫瑰油吧。 又过了大概有十分钟,救护车地来到了楼下,紧接着医生们冲上了楼, 然后把毫不遮掩的一男一女抬了下来。 这一男一女正是叶子轩和小豪。 他们二人仿佛是连体婴儿一般黏在一起,动也不敢动一下,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。 我打电话问妻子有没有想我,妻子隐忍着说,老公,我想你了。 我接着问,哦,我一猜就是你想我了,只是,听你的声音好像很难受啊,你是身体不舒服吗? 叶子轩接着解释说,没有没有,我刚刚吃了火鸡面,有点辣嘴,死。 是辣嘴吗? 叶子轩,你他妈那么喜欢偷人,喜欢和别的男人在一起,那这次我就用强力浇,让你和野男人永远不分开。 你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精油浇水吗? 开心吗? 我阴森森地说,叶子轩此时也反映了过来,原来那个玫瑰精油,是我动的手脚。 他忍着痛,对我破口大骂,好好在医院享受玻璃之痛吧。 祝你幸福! 说完,我挂了电话,我用的是强力浇,叶子轩和小豪两个人黏在一起,没有三五天是出不了院的。 正好我要用这三五天来实施我后续的复仇计划。 救护车把他们二人拉走后,我就重新回到了我家里,卧室内一片狼藉,我的高科技智能床垫还在震动。 床头我买的玫瑰精油,已经被用了小半瓶,这对狗男女还真是狠。 这么贵的精油,一次用了小半瓶,我的公司市值千万,我名下房产百万,还有这些年,我存的钱也有几百万。 如果我现在和叶子轩离婚,我的近两千万的身家要分给他一半,所以我要设计让他净身出户。 然后我拿出手机,给小豪又打了个电话,小豪接通电话,我立刻痛哭流涕地说,小豪啊。 我妻子他出轨了。 小豪先是愣了一下,声音紧张地问道,哥,他和谁出轨了? 我继续演戏说,那个男人我没看到,不过不重要,我和你嫂子肯定要离婚的,现在需要转移一下我的公司财产。 小豪听到我没有看到出轨男人是谁,他在电话那头明显地长出了一口气,这样,我先把公司股份都给你,转移到你身上, 然后我和妻子离婚时,他就没法分割我的财产了,等我们离了婚。 你再把股份给我转移回来,成吗? 我演戏演得差点自己都信了,小豪没有理由不相信,哥,成啊。 没问题,你放心吧,你赶紧把股份都给我转来,等过一段时间我肯定给你转过去。 小豪激动地说,不过有个问题,我不能白白给你转移股份,这样会引起公司人的怀疑, 但是我可以低价把股份卖给你,你凑二百万,然后我先卖给你,等我离婚后我再还你钱,如何? 我说,没问题,哥,给我一周时间,二百万,我这就给你凑出来。 小豪爽快答应,第二天,我重新注册了一个公司, 并且把现在公司名下赚钱的项目都转移到了新公司名下, 把赔钱的项目都留在了原公司名下,我这两年,公司赚的钱一年利润高达数百万。 这个利润,无论是叶子轩还是小豪都看在眼里的,他们自然是十分眼红, 一周后,公司已经被我转移得差不多了,而小豪和叶子轩也相继出院, 当天下午,小豪就来到了公司,然后和我签约了股权转让协议,一共二百万。 我知道,小豪自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,他能拿出来这么多钱,只有一个理由, 那就是叶子轩用他的私房钱,还有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资助了小豪。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后,发现家里果然被洗劫一空, 我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。 包括我那个高科技智能床垫,此时,叶子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,微信上是一个验允单, 上面显示叶子轩已经怀孕了,两周,王小飞,我怀孕了。 孩子不是你的,是外面男人的,这个男人你想不想知道是谁? 哈哈哈哈,他比你年轻,比你强壮,现在还比你有钱。 你上当了。 叶子轩给我发了一段语音,嚣张至极。 谁? 我心知肚明,明天你就知道了,绿帽侠。 叶子轩骂了我一句后,就把我拉黑了。 隔天早上,一直给我开车的小豪并没有出现在我家的楼下,我叫了个出租车来到公司, 一到公司,公司的员工看着我的眼神都怪怪的,王总,豪哥在董事长办公室等你。 我心想, 他们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? 我来到办公室时,小豪正在指挥员工打扫房间,都好好清理清理。 从今以后,董事长换人了,以后这个办公室我用了。 小豪大喇喇地坐在了沙发椅上,俨然是一副企业家的样子了。 小豪? 这是,我故作惊讶地问,呵呵,飞哥啊,你在公司都没有股份了, 这个董事长办公室我看你,也就用不上了吧。 正好,我现在是公司董事长,我缺一个司机,要不你试试。 小豪冷笑着说,我让其他人都先出去。 然后故作紧张地问,小豪啊,你在搞什么? 你就是帮我带持股的,怎么还当真了? 小豪啪的一下就把股权转让协议拍在了桌子上,笑道,白纸黑字,你以为过家家呢? 飞哥啊,你可太幼稚了,你不会以为公司我会还给你吧? 哈哈哈哈,你? 我假装生气,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。 对了,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呢。 小豪拍了拍手,门后一个女人则是穿着高跟鞋走了进来,来人正是我老婆叶子轩,叶子轩。 你怎么来了? 我问。 呵,王小飞,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谁给你戴了绿帽吗?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一下。 叶子轩说着,就挽上了小豪的手臂,神色暧昧,嚣张至极。 好啊,小豪那个男人居然是你。 我气得后退两步,扶着强财站稳,叶子轩啪的一下,把一个协议摔在了桌子上,离婚协议,签了吧,家里的现金和财产我都拿走了,房子归你。 我看着这个离婚协议,心里都笑出了花,我等的就是这个离婚协议,我没有迟疑,立刻就签了这个协议,从此以后。 我和叶子轩分道扬镳,我刚要走出屋子的时候,小豪叫住了我,我回头不明所以,他得意地说着,飞哥,你的高科技智能床垫很猛,备孕模式我很喜欢,和你妻子一起备孕我更喜欢,我们下个月结婚。 前夫哥,你可要来哦,我握解了拳头,指尖发白,好的,祝你们天长地久,婚礼上我送你们一份大礼。 如今我把公司的不良资产都留给了小豪,而我将要去我的新公司上任,新公司和旧公司都是我一手创立,新公司都是赚钱的生意,留给小豪的都是亏钱的生意。 一个月时间,我足够用新公司打垮小豪的旧公司,而这正是我给他们的第一个礼物。 一个月左右,小豪的公司就已经被我打得溃败不堪,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,小豪只知道一个新公司在狙击他。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老板是我,我想他现在一定焦头烂额,公司也亏了不少钱了,但是这还远远不够,我要他们彻底身败名裂,身无分文。 夜晚,我手机APP弹出了一条消息提醒,主人你好,运动模式开启,检测到您的心跳过快,请劫志,不要过度运动,注意养生。 原来是我的高科技智能床垫又提醒我了,这个床垫在离婚前就被叶子轩搬走了,如今他们居然又在我的床垫做运动。 既然你们不仁,也别怪我不义了。 当即我就联系到了婚庆公司,并且买通了他们的内部人,我把我事先准备好的监控视频发给了他,让他在婚礼上放出来,然后我安排我公司的人,连夜以高价抢走小豪公司的客户,让他们的资金链彻底断裂。 这是我给小豪准备的第二个礼物。 次日,小豪和叶子轩的婚礼,婚礼现场,他们双方的父母都尽数出席。 看着这一幕,我仿佛想起了两年前,两年前我娶了叶子轩,当时我就看中他清秀大方,并且不媚俗,但是却没想他还是绿了我,选择的对象还是我的干弟弟小豪。 小豪呢,是我八年前资助的一个大学生。 在他上不起学的时候,我给他交了四年的学费,没想到他毕业后,就给我戴了一顶大绿帽子,如今他们两个背叛了我,正在婚礼现场互相致辞。 接下来,大家请欣赏来自新郎新娘亲友团的祝福。 请看大屏幕。 四姨继续主持婚礼,话落后,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大屏幕。 屏幕中,叶子轩和小豪二人正在我的高科技床垫上做运动,你说咱俩给我搁戴绿帽,他知道了会不会气死啊。 小豪一脸陶醉,哎呀,你讨厌,轻一点。 叶子轩娇媚地说。 嘿嘿,不是我不想清点,是我哥买的这个高科技床垫太狠了,他做梦都想不到。 他二百万买的床垫,现在给他干弟弟用了呢。 画面上二人的神态动作不堪入目。 众人看了纷纷惊呼,原来这两个人是婚内出轨,原来新郎是无耻男人啊。 新娘也不是什么好人。 小豪也猛了,一把就撤掉了电源,电视屏幕应声熄灭,谁干的。 小豪然后就看到了人群里的我,是你。 王小飞,一定是你干的。 我站了起来,淡淡地笑道,这个礼物,你喜欢吗? 小豪怒急返笑,用手指着我骂道,你还得一神吗? 你以为你弄个视频就能打败我吗? 你错了,我现在比你强得多哦。 你现在连公司都没有,工作也没有,你在我面前永远是个垃圾。 叶子轩也站在小豪身边,破口大骂。 就是,你除了会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,还会什么? 你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。 你要是现在立刻给我们道歉,我们可以允许你给我们当个司机。 我也不生气,淡淡地说,你们的公司现在就是空壳子,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两百万把公司卖给你吧? 我告诉你实话吧,我早就知道你和小豪出轨了,你猜猜我为啥明知道小豪是那个男人,而我还要把公司卖给他。 小豪和叶子轩的神色逐渐扭曲。 他们终于反应过来了,原来我把公司卖给小豪,让他们用全部的继续收购我的公司都是我的计策。 他们才是真正上当的人,都是你做的。 小豪失声道,你现在公司生意很惨淡吧,不但每天都赔钱,而且有大量的客户被另一个公司高价挖走,你是不是很好奇另一个公司的老板是谁? 为什么总能准确地挖到你们的客户? 我冷横一声,小豪看着我,仿佛是看着魔鬼一样,脸色大变,是你。 都是你。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局。 你让我收购公司,然后成立新公司搞我。 你好狠啊。 王小飞。 呵呵,你也配说我很。 我看着小豪惨白的脸色,心中爽快了很多,小豪此时接了一个电话,接到这个电话后,他瞬间瘫坐在了地上,公司的最后一批客户也被王小飞挖走了,公司资金脸断裂了。 破产了。 小豪面如土色地看着叶子轩,无奈地摇着头,叶子轩赶紧扶住小豪,安慰道。 别怕,我们可以东山再起的,你还有我,还有我们肚子里的宝宝。 可是二百万的债务,咱们以后怎么还呀? 小豪说完这句话,叶子轩如遭重击。 也摊坐在了地上,二百万,还不起呀。 叶子轩失神。 我看着他们两个如今的惨状,心中有些快然,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? 我可以收购你们的公司,你的债务和股份可以都转给我。 我开口,真的吗? 小豪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毕竟现在的公司有二百万负债,谁收购了公司都需要偿还二百万债务,但是有个条件。 我说道,什么条件? 小豪有些疑惑,把我的床垫无条件还给我。 这个床垫是我买的,全球限量款床垫,小豪和叶子轩并不知道这个床垫是高科技智能床垫,还是意大利手工制造全球限量款。 这一个床垫就要有二百万了,他们仅仅以为这是一个会震动的床垫而已。 好,小豪没有丝毫的犹豫,立刻就找人把床垫送回了我的家。 然后当即,我就把准备好的股权转让协议给了小豪,我们二人再一次完成了股权转让。 公司的控制权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上。 如此一来,小豪和叶子轩白白损失了二百万,并且我通过这种手段让叶子轩和小豪身无分文。 我临走的时候,看了一眼叶子轩,淡淡地说,你看人的眼光真不行,你低看了我高看了小豪,还有你也看错了咱们的床垫,那个床垫是我为了备孕,花了二百万从意大利定做的智能床垫。 床垫和公司我都要夺回来,如今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计划。 我走后,身后赚来了叶子轩悔恨的哭声。 如果能让他重新选择,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选择错,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。